是一种养生法,根据日本人的研究成果,如果一个人感到恶意后,只要一个小时后不进食,之后身体就会出现一种叫长寿基因的物质,这种物质,具有强大的修复功能,对身体预处或多,在后续的跟踪中,是当恶肚子的那组人。 比餐餐饱食的人,平均寿命和健康指数都要高出很多,其实根据很多国家的研究,在人类的长寿因素中,不可少的一个要素,就是适当恶肚子,感冒后,如果轻易经常外,适度恶肚子,反倒容易痊愈,相反,若是以外想着补充营养,多吃点东西,好增加抵抗力,结果反倒会加重感冒。 再比如,大多数人都有脾胃虚弱的问题,脾虚胃寒,也都是饮食无度引起的。 脾胃长期处于过劳的状态,得不到适当的休息,功能自然日益消退,久而久之,就成了脾胃虚寒的状态。 所以,我们要想健康长寿,还需咨询普逊,做到失业有结,物质清大可养五脏,吃太饱充出来的十种病。 人们喜欢说,吃饱充着,实际上,吃太饱真的会生出病。 现代人,已能吃,会之为柔,美其明月,做个快乐的吃火。 实际上,每餐都吃太饱,真的会吃出病。 一,肥胖,现在人常吃的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,消化起来更加困难,多余的营养物质堆积在体内,其后果就是肥胖和一系列腹贵病。 二,胃病,吃得过饱所带来的直接危害,就是胃肠道负担加重,消化不良。 此外,人体胃黏膜上皮细胞寿命较短,每二到三天就应修复一次。 如果上顿还未消化,下顿又填满胃部,胃始终处于保障状态,胃黏膜就不易得到修复的机会。 胃道量分泌未见,会破坏胃黏膜,屏障,产生胃部炎症出现消化不良症状。 三,肠道疾病,中国台湾科学家发现,脂肪堵塞在肠道里,会造成肠堵塞,大变黑色,带血,刺,疲劳,吃得过饱,会引起大脑反应迟钝,加速大脑的衰老。 人们在吃饱后,身上的血液都跑到肠胃系统去工作了,容易让人长期处于疲劳状态,昏昏欲睡。 五,癌症,日本科学家指出,吃得太饱会造成抑制细胞,癌坏因子的活动能力降低,增加患癌几率。 六,老年痴呆,日本有关专家还发现,大约有30%到40%的老年痴呆病人。 在青少年时期都有长期保时的习惯。 七,骨质疏松,长期保时意识骨骼过分脱干,患骨质疏松的概率会大大提高。 八,肾病,饮食过量会伤害人的泌尿系统。 因为过多的非蛋白蛋要从肾脏排出,势必加重肾脏的负担。 九,急性泥血炎,晚餐吃得过好过饱,加之饮酒过多,很容易诱发急性泥血炎。 不胜,神经衰弱,晚餐过饱,股胀的胃肠会对周围器官造成压迫,使兴奋的波浪过散到大脑皮质。 精断食,开始一场真心修行,精断食,也叫见些精断食。 适质有时正常吃,有时少吃,精断食不是绝食,只是要逆才当地吃, 要免回归最自然的生活方式,对食物乃至一切事物放下执念, 一自然就能瘦下来,更获得心灵的自由。 精断食方法 目前,全球流行的精断食,主要分为四个类型。 一,隔日断食法,一天正常吃,隔天食料降到25%到50%, 二五比二断食法,一周中有五天正常吃。 其他不连续的两天未断食日,食料降到25%到30%。 三,果蔬汁断食法,一个月内选择不连续的二到五天断食, 只喝白开水,果蔬汁和蔬菜啊,每日渗入热量控制在300到500千卡。 四,运类断食法,一天的16个小时中不吃东西, 其余8小时正常进食,与食物和平共处, 不要以为清断食后,你此生就与巧克力,蛋糕,炸鸡腿圆, 清断食过后,你仍然可以正常饮食, 清断食只是帮你认识到了自己与食物的关系, 并不想让你从此增悟食物, 清断食最终是想让你身心快乐,自由, 任何剥夺式的减肥都会遭到身体的报复, 断谈,清断食,帮你回到自然状态, 教你正确享受食物的乐趣, 清断食食谱,不再贪婪大吃,才能享受美食, 一,早餐,半只芒果,两片梳打饼干, 晚餐,胡萝卜,芹菜,豆干,混合炒菜, 二,早餐,炸凉馒头半个, 五糖豆浆一杯,晚餐,蘑菇片,小青菜, 三,早餐,一片黑面包,一支水煮蛋, 晚餐,番茄炒蛋,一小份煮青菜, 四,早餐,番茄苹果,两片消化饼, 晚餐,一杯酸奶,一份燕麦粥, 五,早餐,一片黑面包,一支水煮蛋, 番茄苹果,晚餐,菠菜, 六,早餐,半个杂粮马头,十只草莓, 晚餐,豆腐,青菜,七,早餐, 萝卜四包,豆浆,晚餐,黄瓜炒鸡蛋, 一小碗,包,早餐,一支荷包蛋, 资米粥,晚餐,凉拌素三丝, 酒,早餐,一支苹果,一支蛋, 晚餐,番茄炒蛋,木耳柱芹菜, 生,早餐,黑米糕,牛肉包子, 晚餐,一杯酸奶,一支橘子, 一点蔬菜色拉,营养专家半炙红, 提供5B2清炖食食谱, 早餐,围就西的青菜, 燕麦小米粥,小白菜叶八十克, 燕麦片五克, 杰丝小枣五克,枸杞五克, 小米二十克, 加五百毫升水煮成粥, 午餐,肥果,苏姜,三杯生藕, 或土豆一百克,草莓和桃肉一百克, 梅生素食片五片, 加四百毫升水, 用高速打浆鸡打成云浆, 下午可以吃十克甘草或西梅干, 晚餐吃水煮木耳西兰花水烧炭后加半勺香油, 少量盐和酱油, 睡觉前半小时吃二十克红小豆粉充的糊糊, 清炖食的好处, 一,减轻体重, 研究表明, 每周坚持两天清炖食, 可降低肥胖者的体重, 体质帅,腰同比, 多数男性在科学合理的限制饮食一周后, 体重会下降5-7公斤, 女性下降3-5公斤, 二,促进血液循环, 清炖食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, 例如增强全身组织血氧供应, 三,帮助控制血糖, 清炖食在短期内不能有效降低血糖, 但可提升胰岛素敏感性, 例如放置糖尿病, 四,降低快打固醇, 却不影响好胆固醇水平, 五,预防老年痴呆, 每周坚持两天清断食, 控制热量摄入, 会对大脑产生积极影响, 预防二磁海默症, 俗称老年痴呆, 科派金森症, 六,疏解不良情绪, 我晚研究发现, 52例患有慢性疼痛的患者, 在经历为期两周的断食疗法后, 超过80%的人抑郁, 焦虑程度得到缓解, 七,减少肝癌风险, 清断食利于降低身体氧化应激水平, 而氧化应激水平和糖尿病, 心脏病和癌症等慢性病的发生, 发展密切相关, 清断食还需注意以下几点, 一,清断食不是不吃东西, 顿食期间也要保证低热量的营养摄入, 二,断食要与运动结合, 可进行散步等强度较小的运动, 避免剧烈运动, 三,断食不能只考虑热量, 不考虑营养, 同样是500天卡, 吃果蔬皮和糖水更营养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